大家好,我是Bonnie 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做自己的电子手帐 今天的内容会分到以下的部分 首先我们会讲一下封面页 之后我们会讲月计划 做周计划 然后会做日计划 而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如何做完之后 放入GoodNotes用的 我们会用Keynotes去做这个电子手帐 可以在电脑上用 或者在iPad上做也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要打开Keynotes 按加好 再选择最基本的Theme 把里面所有东西删除就可以了 我们要在Document Setup 里 设定Template的大小 这里有4比3,16比9给你选择 又或者可以自己设定 记得这里的单位是Points 所以我们要在另一个网站上 可以找到相对的尺寸 例如A4 size 是595 point x 842 point 而我现在有的Muji手帐 是B6 size 它会是354 point x 499 point 我们今天就来用A4 size 封面页的部分 就是在GoodNotes里显示的封面 可以设计得像Notebook那样的封面 我们可以改了底色 然后加一个长方形在旁边 再加一个圆角的长方形 像Label那样 可以写上你的标题 我今次想做一个可以摆上的 我就做了一个框框 好像即影即有 然后我再加上标题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首先来月计划 基本款式我们用表格去做 打横是6 打直是8 正方形的格子 我们设定是90 x 90 而在升旗的部分 即第一行写升旗的地方 是20 x 90 而在最左边的北记区的位置 是20 x 166 然后我们放上月份就完成了 另一种就是有日期写在上面 我们可以用文字方块的方式 把数字打出来 然后拉到你想摆的位置 又或者你可以做一个表格 不过这个我觉得挺花时间的 用表格的方式 并且是26 打击打直是36 正方形的格子 我们五格为一组 我们先打好升旗 然后再把日期也打下去 然后我们先来把最低的线 一切就关掉了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把格子合一 这样就可以了 之后是周计划 这个也是一样用表格的方式 基本的是打横四打直四 另外一种我喜欢的就是把它变成to do list 下面就是北记区 或者可以写下当日的心情 建议 如果背景是白色的話 我們可以運用格仔填色 我們可以做另一種風格 就像在子彈筆記裡面 我們用highlight highlight了最上邊升旗的位置 然後就到日計畫了 這個有時間續 所以製作的過程會比較複雜 第一種是橫,24打直,2 我們一邊就寫下由幾點到幾點的時間 我平時就想自己從6點起床就開始工作了 所以我就由6點開始 第二種是在中間加入了一條虛線 代表答半 這個就是橫,48打直,2 第三種是在中間加入直線 由十分鐘為之一 橫,48打直是4 第三種是在中間加入直線 第四種是在中間加入了一條虛線 十分鐘為一 這樣就橫,24打直是7 在旁邊還要加上to-do list 就寫下當日需要完成的事項 也可以利用1比1的表格去分區 或者用圖案也可以 在中間加入2天的紀錄 或者剩下的部分可以用來當作筆記葉 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Keynotes那裡 export PDF的檔案 記得要包括背景 你可以儲存了 之後再在GoodNotes那裡打開 又或者你直接在GoodNotes打開就可以了 其實製作的過程就很簡單 不過就需要花點時間去完成 今天所有製作的template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下載 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得 希望以上的影片也能幫到大家 2021年 希望大家擁有一個適合自己去使用的電子手像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個手指 想看我的影片記得在這邊 按訂閱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還有一個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 Bye